大家好,今天教大家一下天叉月季 这个是我剪下来的,之前刚刚剪下来的藤本月季 给大家看一下这条 看到没有,像那种是藤彩虹 然后咱们今天天叉这种月季 然后咱们先给它修剪一下 看到没有,像这种的话 直接给它留一个月 然后给它剪掉 下面给它稍微修剪一下,剪成鞋孔 是这样的,留一到两个芽片 这种花包的,都不要了 我给它剪一下 剪成鞋孔,下面给它剪成鞋孔 下面给它剪成鞋孔 然后盆里面剪了大概有二三十公斤的水 这一包,咱们给它放一包,送一包 放一包,送一包 咱们今天用水培的方法 水培的,我们来摇晃一下 然后咱们用这种,用这种泡沫 然后把咱们修点好的月季芽点 月季芽点,月季枝条 给它塌到里面去 都给它塌到里面 就这样 基本上就是这个样子,看到没有 然后咱们下面露出二三公分 两三公分就可以 然后咱们给它放到水里面 因为之前这里面也放了生根粉 看到没有 大概就是这个样子 就这个样子 然后咱们放在阴凉通风的地方 然后有闪射光的地方最好 尽量不让它直射阳光 然后咱们就过一段时间 应该是基本上都会生根 咱们可以时不时的来观察 然后今天的分享就到这 谢谢大家 有喜欢的朋友 也可以用这种方法来培训一下 谢谢支持 谢谢